在刚才的程式呢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程式 A的I四方除P的这个余数 从这个列表里面呢 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出来它的循环节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让程式呢 自己算出它的最小次方 那该怎么做 好那这里呢我就不 好那这边我先展示一下结果 好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后续再来看 反正我们程式呢 希望它算出最小次方 我就可以定义一个 计算最小次方的 mini power 好那这里呢这个结果呢 好那这DF跟这Return 我们后续呢再来看 那大致上呢 大致 现在呢大家只要知道 它可以算出呢最小次方 例如呢刚才什么 例如刚才的P是19 然后呢A A是8 那我们得到结果是多少 它其实是6次循环 好所以呢这个mini power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输入 好这是8 19 点A 它就会得到这个6 好那有了mini power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更广泛的探究了 好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去看 3579这些直数 去寻找呢 它不同的A的最小次方 好那这边 我们把P跟这个 把这个4跟mini power 搭配在一起 我们再来执行 11的这个循环周期 那刚好是什么 1 10 5 10 都是这个死 都是11 都是死的被 都是死的因数 而对于13的循环节呢 好 这边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12的因数 好那 19的循环节 都是18的因数 所以通过这程式 我们就可以对这费码小定理 有更深入的了解 好 就是费码小定理的时候 要求P是直数 但后来呢 欧拉就在提出问题 就说 如果今天不是直数的时候 那它的循环特性会是怎样呢 好 这个就是欧拉定理 那这个5N是什么 大家呢 可以上网再查一些相关资料 我这边呢 就先不做拓展 好 那这边我们可以用程式 好 那这边呢 也是一个简短的用程式来执行 好 当然这里有个NONE呢 就是因为 不护子的时候呢 它事实上是算不出最小循环节 好 因为例如 这个2的几次方 除4一定不会于1 好 只有什么护子的时候呢 才有机会 好 所以对于不护子呢 这边都会出现NONE 那如果对于这不护子 而且N不是直数的时候 那循环节长度有什么特性呢 你看哦 像10的时候 它循环节是什么 4跟2 而对于这12呢 它循环节现在是2 好 那对于这个15 循环节是4跟2 好 那这里的循环节呢 跟这个N有什么关系 就让大家呢 自己再探索一下啰 接下来也欢迎大家 与我们用python 来探究更多数学问题吧 Ihnen 祝你